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骂我 看你整天都招一些什么人 个个游手好闲不想工作 整天想成仙 来我们家见了我们连招呼也不会打 这些人有什么用 能成什么气候 我父母并不反对我修行 只是反对我与我的佛友 道友们只会整天谈玄说道而因为影响工作 我曾多次说过 好好工作即是修行 即是行善 即是修禅定 但是又有多少人听得进去 你只想成仙得道 不想工作赚钱 那你一家老小谁来养 连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成仙得道 为什么说好好工作即是行善 你拿老板的工资 那你的工作质量得对得起你的工资 你卖的产品与服务态度得对得起你的顾客 因为老板与顾客是你的衣食父母 老板请你干活是要发工资给你的 顾客向你买东西是给你钱的 这些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事做好了没有 如果没有 那你别跟我说什么成仙得道 为什么说好好工作即是修禅定 禅者净虑也 修行者修正自己的心态与行为也 知道洞中禅吗 好好工作多行善事即是洞中禅 如何是禅定 思想专注即是心仪净性 心仪净性即是禅定 当你认真工作之时心无旁念 认真服务顾客 让你老板放心 让你顾客满意 这难道不是功德吗 这难道不是思想专注吗 假如你是国王 你不专心治理国家 却整天想成仙得道 导致国破家王民不聊生 百姓怨生四起 战火连天 血流成河 你对得起谁呀 就你把国家治理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想成仙 不堕地狱就是怪事了 假如你是公司的老总 手下几万人跟你吃饭 你却整天想入非非 想成仙得道 让几万人没饭吃 你以为你每个月念几句佛号 买几条小鱼去放生 就是行善了 你放了几条小鱼 却让几万人饿肚子 你觉得你干的那些事靠谱吗 假如你是火车司机 你在开火车时专心念佛 你想让全火车的人送命吗 假如你有父母妻儿 你却因为想成仙得道 让父母妻儿没饭吃 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对于在家局势来说 生活工作占去了大部分的时间 如果将修行的时间与生活工作的时间分开 抽出时间专门修行 那在一天中也抽不出来很多时间 所以要将修行和生活工作结合起来 把修行融入到生活工作当中 这样修行不影响生活 不耽误工作 生活工作也不会影响修行 修行是一种心态 不是一种形式 发心清静 身心一致 修行工作两不悟 一切都会越来越圆满 修行就是转念 在工作之前要观察自己是为了什么工作 应该怎样工作 工作结束的时候也要观察一下自己是否有不如法的行为 你可以这样思维 国家是个大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里有很多众生 我的同事和工作服务的对象也是有缘众生 所以我工作就是为众生服务 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你发出了这样的心就是在断除自私自利 就是修行 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工作 在工作的过程中 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就尽多大的能力 把自己的心胸打开 不去看别人就看自己 如果你能从内心里什么都不要 就什么都有了 什么都要的时候 你什么也得不到 人的快乐不是拥有的多 而是计较的少 忍不住 让不了 总计较 所以辛苦 心累 人就会特别的累 明白了这些道理 我们让自己活得快乐一点 轻松一点 自在一点就行了 有缘容就有和平 能容纳就能解脱 工作时把三宝观想在自己的头顶上 然后认真工作 善待同事 真心实意为众生提供方便条件 在三宝时刻加持下 时刻都可以宵夜 祭福 一切都会顺利 吉祥 为众生 为他人生活 工作 学佛修行 这样不仅不会造业 反而还积累了功德 真正的修行人就应该是这样 家里家外的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工作都处理得非常妥当 整个人充满活力与喜悦 不管你是修密宗还是净土宗 修禅宗还是单道 要得大成就 就必须要先积成道前的资粮 也就是家行 家行修不好 还谈什么成佛作祖 成先得道 常常有人为了完成家行积累资粮 去五步一拜或一步一拜的去五台山朝圣 拜见文殊菩萨或给文殊菩萨拜十万个大礼拜 是的 很多人都这么修 也有很多感应 说实话 你做的这些事情 一个众生都没有利益到 如果你有功德 也不过是文殊菩萨看你诚心 赐你功德而已 我不知道文殊菩萨如何看待此事 但假如我是文殊菩萨 我会给这些人两记耳光 你在干些什么呀 你有三年的时间五步一拜的去五台山朝圣 还不如用这三年的时间去扫大街 去敬老院与孤儿院 帮助老人与小孩 去好好帮助世上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再把这些实实在在的实功德回向给文殊菩萨 这个比你躲到院子里拜十万个大礼拜 花三年五步拜 一步一拜的去五台山朝圣墙吧 我是修丹法的 修丹道有句老话 三千宫满 八万行程 在道家历代祖师都一再强调成道 必须以三千宫行为基础 年年岁岁 日日月月反复的利益众生 广修六度波罗蜜才能通过扇形磨去 无始来所及的习气 而杏叶遮叶 西皆清净 杏叶遮叶清净故能身心无我 身心无我故能正阿罗汉果 了生托死 不入轮回 其实作为修行者 三千宫行是最基本的 修行修行即修正自己的身形 口形 意形 你说你心很善良 那你把一天的心态与言行 回忆一遍看看 你到底做了多少事是对的 又有多少事是错的 你说你广基因德 那数据在哪里 事实在哪里 没有吧 当你静下来好好数一下你一生中所做的 善事有多少时 你又能回忆起多少 数量少得可怜吧 所以如果你真想今生得大成就 我建议你修功过格 有人说修功过格是刻意行善 是邪法 这等人罪大恶极 自己给自己找借口 不行善 不改过还不算 还劝别人也不要行善 你们应该知道修功过格 历史修三千功行 一万功行 那是代表你修行的决心 改过的决心 如果你不立下字句 定下自己积善的目标 你怎么可能能通过行为改变习气 唯有不断地行善 通过功过格来约束自己的心态与言行 才能把自己多生累劫的不良习气改正 所以所谓持斋持戒 修功过格 三千功满 八百行程 其目的 真正目的是通过自我约束自己的身口意 通过不断地行善 磨去多生累劫的习气 才能身心无我 正菩提到过 佛法是断除烦恼 脱离痛苦的方法 是解决生活 工作中所有问题的方法 学了佛法以后 更会生活 工作 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吉祥 越来越圆满 这才是真正的学佛修行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